还有洛宁会也是讲结果讲话 总是很气动他 很提拔他 后来他就上一个人叫他大 把他 把他上一个大 他就这样意气用紙 自己就再成立一个老 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出息 所以为什么以前的老师 老时候的人才会讲 老人家以前才会讲的 放恩负义的人做不得好 放恩负义的人做不得好 有没有 放恩 这个恩还要放掉 佛教在里面里面 还有那位 你看那位刚才讲的 他是老板提拔你提心你 他现在都要做老 七万块用也有 这样 都很可惜 所以我们冷座的人要不感恩 要懂得感恩 那这样的话呢 又有一句话说 但是说 不冷呼一的 Ou 这个也是不冷 没有来的就是不冷 唔义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老人家讲的话是很有做的 沒有道理 所以說我們應該以後要去註定 有一天我會出來佛事 我一定要很感恩這樣去感 去做好 好